只要有光明的地方就会有黑暗 所以在任何时代下的社会都存在着不堪入目的黑暗 而今天我要讲的这部一郎成人动画 用三个女性的视角反映了一郎女人的悲惨命运 这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剧情 也是你不敢想象的一郎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进入正片 在《等黑兰的黑夜》中往往是禁忌的开始 一位母亲在冬夜小雪下跟儿子拦下了一张租租车 母子上座后却是母亲坐在副驾驶 而孩子一人坐在后座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他只能这么做 因为他搭车并不是想要去哪里 而是想跟司机谈点不干净的项目 他充满尊严是想要抚养孩子 可是今天遇到的顾客却有些抠搜 拿的钱没有达到母亲的预期 可无奈的他也只能选择同意 在工作开始之前 他给了孩子一块泡泡糖 然后就低头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可是途中 司机却看到了自己女儿在大马路上 跟一个男性牵手逛街 气得他追尾了一辆汽车 他愤怒地骂着那个男人变态 混乱忘记了自己前一秒做的事情 在他认知中 自己做的事情和女儿跟男人谈恋爱是两码事 因为发生了车祸 所以母亲找到了机会偷偷溜走 反正司机已经提前付钱了 他对男人早已失望透顶 只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变成这样 他的生活会变成如今这般 全是因为那已经在监狱里待着的丈夫 母亲已经不是第一次想要跟他离婚了 可是丈夫却只是让他继续接待男人赚钱 好给他自己买毒品 好让他把自己保释出去 儿子妻子对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没有丈夫的签词同意 所以母亲只能去法院提起诉讼 但得到的结果只有拒绝 对方根本不看他带来的文件 以为人为没有丈夫的签词同意 绝不允许离婚 母亲请求法官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他讲述自己和儿子的妻惨遭遇 可得到的不是对方的同情 而是一个要求 只要能做自己的情人 这件事会变得很轻松 其实母亲是拒绝的 但生活的压迫 当他已经变得无力反抗 最后他真的成了法官的情人 他没有想到这位男人 竟然可以再实现承诺之外 还帮助了自己母子两人 他们搬进了一栋豪华的公寓 并且还能得到法官 集了一大笔费用 在解决了意识住情的问题后 他并该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 自以前去学校好说歹说 好不容易让校长松口 可是凭日乎是教育的儿子 却满脑子都是不堪入目的思想 这次入学 想也不用想肯定是失败了 不过在母亲找到了法官之后 只是一通电话 这件事便是轻松地得到了解决 没有人愿意得罪一位法官 而法官的情人也不只母亲一个 母亲不知道 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从目前来看 好像还不错 而像母亲这样出卖尊严的女性 在这个时代下 多到让人数不过来 一位叫莱萨的女人 本来是不会和母亲扯上关系的 但是谁让她在一次酒吧中 和一位男生巴克发生了关系 两人都是在放纵下 以时犯错 巴克本以为这是一次简单的邂逅 可是没想到 第二天就接到莱萨的电话 两人见面后 莱萨告诉巴克 自己过不久就要结婚了 而昨晚是自己的第一次 这个消息让巴克打尽失色 因为一旦让莱萨未婚夫 发现两人的行为 那么遭殃的不仅仅是莱萨 连巴克也会遭到不敢想象的报复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在这个城市 如果女性在新婚之夜没有落红 那么就会遭到极为严重的惩罚 就在巴克害怕的时候 旁边的一对情侣 因为牵手暧昧 就被警察强行分开 并且给带走 想到自己犯下的过错 他必须补救 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 就是伪造莱萨 还是第一次 他们两人来到医院后得知 修复手术其实并不难 但费用却需要60万 可钱对于两人来说 并不是最麻烦的 因为想要做这个手术 需要去鉴定 是否因为意外撕裂而造成的 并且还有父母的同意书 这两个额外要求 让两人知道通过修复手术 是完全不靠谱的办法了 于是他们想到地下诊所 果然 这里不需要提供额外的要求 不过手术费 这也却从60万上调到了300万 这对于年轻的巴克来说 根本就是天房夜谭的要价 无奈着他想到贷款 但是没有房的他却被无情拒绝 眼看婚礼的时间就要到了 巴克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件事 无意中 他在天台见到单身母亲的儿子 母亲还是会在平日里去接待男人 谁让儿子却突然跑丢了 巴克不仅替母亲找到了孩子 还顺手载了他们一程 儿子对于母亲来说 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所以他很感谢巴克 答应会敞完他的人情 这句话巴克并不在意 因为他现在的麻烦真的太大了 毫不容易接到一次商演 可以打钻一笔 可是却在半动途中被警察拦车 发现了猴族有几本成人杂志 这是朋友留下的 但警察不听一解释 巴克还是被警察给带走了 可是在被关之前 他偷偷地塞了一点钱 果然在几小时后 他就被释放了 但是这次商演估计是赶不上了 巴克甚至打起来小转盘 认为莱莎的老公会不会找不到自己 但是下一刻 他就被一个陌生男人给搂住了 对方警告他不许再跟莱莎接近 虽然近信对方没有发现两年的秘密 但是却也担心 婚礼后的自己会被找上麻烦 就在巴克一筹莫展之际 却接到单身母亲的电话 对方想要偿还之前的人情 于是在得知巴克的需要后 他没有去评价巴克遇到的事情 只是带着巴克找到 银行贷款中心的工作人员 这个工作人员是单身母亲 接待过的客人 可很巧的是 他竟是自己公寓邻居 米娜的丈夫 平日里 单身母亲会跟米娜交流 米娜婆婆得知单身母亲是护士工作 也很欢迎她来到自己家里做客 那次接待 单身母亲发现了她的身份 于是米娜丈夫让她保密 自己会还这个人情 通过米娜丈夫的帮忙 巴克可以不需要抵押进行贷款 但需要去办理假的房产手续 来申请 不过该还的钱还是要还 最后米娜丈夫还提供了一处 办理假证的地方 在隔天单身母亲准备去纳利时 却正巧遇到了米娜 对方很客气地送了她一程 可是到了目的地后 米娜却突然着急地说要离开 原来这个地方米娜来过了两次 她伪造了两次 躲胎 手全收 已经怀孕过两次了 米娜迟迟不愿意怀孕 因为如果生下孩子 那么她的人生将会得到禁锢 从此将再也无法拥有自由 她喜欢跟她生母亲接触 喜欢她那潇洒自如的生活 她不讨厌结婚 但是 自己曾经找了好多工作 都需要丈夫的同意书 才能开始工作 她也曾找过丈夫商量过 但是在丈夫的眼里 女人就是相互教子 米娜无法改变丈夫 跟随世俗的思想 所以只能在频率里 听单身母亲讲一讲外面的世界 两人还一次在喝醉后 用米娜手机打电话 调息了楼下的清洁工池子 一最无意的玩笑 却在日后谈伤了大麻烦 而很快 奶萨的手术就到了 单身母亲也过来看看情况 可是在地下诊所的奶萨 等了好久好久 她知道 巴克不会来了 而巴克此时已经坐上了 去往他国的飞机 她在那天半证后 看到广场上的处行台 想到自己哪天会不会也像这样死去 想到代款后的三百万 该如何去还 她的人生还没开始 就可以说是 结束了 她最终选择了逃避 找到伴政的地方 伪造了一份护照出国了 奶萨不甘心的 还是来到了巴克的住所 在看到空无一连的房间后 她知道 一切都完了 她跟单身母亲坦白的事实 其实自己不是结婚 而是准备要去迪拜 依然为清人士的少女 深受迪拜土豪的喜爱 所以他们总会高价 买下这些少女 这节目警告巴克的陌生男子只是人贩子 并不是莱萨的未婚夫 早就出来社会摸爬滚打的她 都不知道经历了几个男人了 修复手术是她重生的关键 所以才会去酒吧 想要找鬼人来承担那笔手术费用 眼看如今马上就要东窗事发了 莱萨害怕自己会被那些人贩子给玩死 单身母亲也没有办法帮助她 只在最后 给了她一笔回家的费用 希望她可以逃离这里 之后不久 米娜就摊上了麻烦 因为 之前和单身母亲调戏那个清洁公侄子 被她说说知道后 对方确切地肯定 来电女子就是个风尘女子 她一定要抓到她 然后报警 在这个城市 一旦被抓到女性出卖尊严 那么就会被处以急刑 这个连牵手都不被允许的国家 男女之间的爱情自由都成了空谈 自由对于女人来说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米娜在最近又怀孕了 一家人上下都特别开心 但是 她只能强颜欢笑 上过学的她却不能出去工作 因为录制 竟然还需要丈夫的同意书 这口批的社会完全不是偏见女性 而是在某种意义上 无视女性 米娜其实很爱丈夫 她没有婚姻不忠 她所追求的自由仅限于 就是想要出去工作 想要得到一定的地位 因为没有工作的她 感觉自己就像一台生育机器 婆婆可以随意振用她的东西 每次米娜出门 都会被婆婆不断跟踪监视 她不敢想象孩子出生后 自己的生活会被经过到何种地步 可能连门都出不去了吧 所以 她才会前后打掉两次孩子 而跟单身母亲调戏 楼下清洁工 也不是米娜风流的原因 而是因为她跟单身母亲 讨论起了蓝能 对于单身母亲来说 蓝能只有一种 那就是管不住下半身的脑瘫生物 可是米娜推荐性 还是为了好的蓝能 比如楼下的清洁工侄子 看起来就很羞涩 所以 他们才会打电话 想要撤死一下 事实证明 蓝能果然都不是什么好鸟 因为对方被放了鸽子 所以才会想在事后报复 不过米娜没有等来警察的盘问 却等来了丈夫的质问 因为清洁工的叔叔找到了丈夫 他需要丈夫提了半点事 清洁工叔叔早就通过手机追踪 调查到了手机号码 依次要挟丈夫 必须答应他的贷款 清洁工叔叔的女儿 未婚先孕 害怕被人耻笑 害怕被警方抓走的他 必须赶紧筹钱去地下诊所 给女儿堕胎 可丈夫完全不询问具体情况 上来就是一同谩骂 甚至怀疑米娜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自己的 这些难听的话语 当米娜最后的伪装 都不愿意坚持了 米娜骨子里就不是懦弱了人 她说出了之前两次流产 是自己堕胎的事实 丈夫听到后 当场沉默了 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让米娜滚出去 在离家后的米娜 遇到了卖药的人 她没有忍住着 第一次尝试了禁忌的药物 而处于在迷幻状态的 米娜来到了天台 正好 单身母亲的儿子 也来到了这里 米娜让孩子用自己的手机 拍下她穿着红色风筝 飞舞的模样 然后在起舞一段时间后 让孩子马上离开天台 在看不见孩子的踪影后 她从屋顶飞了下去 在那毫无颜色的城市下 一缕英红就这样安静地 躺在地上 似乎在宣泄着女性 被压迫得不甘 在这个国家的女性 基本没有所谓的决策权 很多人在说 单身母亲的行为可耻 但大家似乎忘记了 想要工作 就得得到丈夫的同意书 我斗胆的假设 这位丈夫绝对不会同意 单身母亲去工作 因为那样来钱 比出卖尊严 来得太满太满了 都不容易更别谈自由 三个女人 一个未婚 一个已婚 一个离婚 三种不同身份女性 呈现得得黑男女性的现实状况 她们三人都在追求一样东西 来辨识自由 三个女人中最单纯的是米娜 她相信世上 还有好男人的存在 相信自己丈夫的爱 可是击垮她的 偏偏就是这份相信 米娜丈夫最后没有谩骂 是因为她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因为在前不久米娜怀孕 她还找了单身母亲发生关系 她又很合适的理由 最近妻子身体不适 可这个理由却让她 不知道是心理愧疚 还是怎样 她也不知道自己对或者错 但总而言之 她不会低头成为错误 而米娜在家里 是连上了挨道菜的 无权安排的主妇 自由便是她最憧憬的向往 可全面当观众 争议最大的点 不在单身母亲 出卖尊严 而是米娜堕胎的行为 因为既然不爱 为何不能选择离开 于是这就得讲到 故事构建的红与黑 也就是最后一幕的场景 你会发现 三个女人不堪的命运 却在彼此相符 真正联系同情的 只有女人自己而已 而男人所谓的相助 则需要建立在 交易协职之上 故事中的男人 全都是盗梦暗男的模样 从开头的司机 骂着女儿男友变态 到最后结尾 米娜丈夫自己不忠 却打骂米娜乱告 道德法律 在这个国家 对男人来说 基本都是摆设 这份禁忌 其实并不旨在 得黑然存在 而这部动画起初 是真人拍摄 但后来无奈改为动画画 她的真实和残酷 让人不敢直面 不知道视频前的观众 你们对这部动画的 三位女人 有什么看法 你最喜欢哪个女性 不妨在评论区说看看 我是少年 有明年有可爱的 九季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